说实在话这些很强大的AI 暗示能够把人类的能力取代掉 或者说把工作取代掉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为什么 大家好我是Tiler 最近你一定有听过一种说法 那就是AI会取代人类 或者说AI会取代软体工程师 这样的讲法非常多 我现在充斥了整个社群媒体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 会这样讲的人 通常要嘛就是外行人 要嘛就是他根本没有深入软体工程这门学问 好所以今天呢就让我来带你 可以更多了解 到底什么是软体工程师 以及为什么 AI不可能会取代软体工程师 是不可能 首先要讲的是AI他现在可以做到的能力 AI现在已经可以在程式码方面做到的事情呢 包括有自动生成 自动debug 然后自动找出你原本程式码的一些漏洞 或者说可以更好的地方 然后最近有一个叫做Devian 就是一个外国的一个很强的AI就对了 他可以做到的事情甚至是你给他一个任务 然后他把这个任务拆解成可能小的任务之后呢 用别码就是在用那个叫做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个方式呢 去重新建构出原本的问题 然后解决他 这些传统的撰写呢 AI现在都可以逐步的去取代 并且把一些工作自动化完成 我们说其实AI就是一种自动化的工具或软体而已 好 那AI既然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能够取代软体工程师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要从软体工程师到底在做什么来说起 很多人他以为软体工程师就是写写程式嘛 这是外行人的想法 软体工程师写程式嘛 是为了把他们所设计的理念 或者说设计的系统给实做出来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没有那些设计 实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根本派不上用场 也就是说现有的需求或现有的一个市场在那里 你才有可能想说好 我其实软体是为了要服务这个市场 或者做个应用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调查研究所谓的需求 有了需求 你才有可能制定相对应的软体 并且达到它的应用 所以这些所谓的前置做也好了 或者说领域知识 如果你在事前并没有做这些东西 你是不可能会做出一个好的软体 所以软体工程师不单只是在写程式码而已 他们必须要融会贯通 把客户的需求跟系统的能力合并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才变成程式码 所以写程式这个步骤呢 若实在话真的是一个劳力活 他不太需要很多的智慧跟知识 因为你可以去查手册 可是设计软体注意 是设计软体就是整个系统架构 是不可能用简简单的方式就理解的 那你说不对啊 假设我今天把一个情境丢给AI 他也可以回答出 该怎么设计该怎么做对不对 问题来了 AI他并不具备整合的能力 目前如果说他真的具备整合能力 我跟你讲各种各行各业都可以被取代了 那如果具备整合的能力 那他才有可能说他可以取代软体工程师 这个工程不只是软体而已 包含社会层面的包含UIUX 或者是各样各种你想的到想不到的 所以一定会还是需要有一个人 可以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 包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然后再上架或贩售 所以软体设计是哪里用AI取代的 OK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人因工程 更多跟人有相关的一些社会理念跟知识 他才有可能去写程式 否则你真的只会写程式的话 那不应该叫做软体工程师 那只是马农而已 就是网络上常听到一个用语 所以分析系统还有设计系统架构等等的 仍需要使用者 以及会提供这个服务的人来满足 AI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 否则呢 否则呢 其他所有相对应的职业也都可以被取代 对吧 例如说会计报表 那就不用会计师了吗 就AI会计 对不对 然后AI这个美术师 对不对 不是 其实AI进阶成为一个 我们很好的虚拟伙伴之后 人会开始往上思考 就好像当初我们用画画 来把一个影像或一个场景给人家记下来 对不对 可是现在谁还在用画画的呢 除非你今天是画家 大部分的人都是用拍照的 如果他今天看到一个不错的风景 他想要分享给其他朋友 他不可能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画出来 人家也不一定看得出原本的场景 可是拍照并没有取代画家 仍然有一堆人 透过科技 不断进步的这些工具 在这个工具之上 来创作他们的作品 所以换句话说 只是我们的工具变强了 那会懂得用这些工具 去创作他们原本的内容的人 就会更省力 OK注意哦 是更省力 它是更强 而不是被取代 所以AI并不会取代掉那些 需要高阶思考 商品化 商业模式等等的分析需求能力 而且他现在其实说实在话 不用讲到那么高阶 系统等级 就是资料库 前端后端 网络 他都还没有办法完全 处理完的情况下 他根本还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最小最小的 case需求 未来的模式一定就是 你 AI 密不可分 你就把它当作电脑就对 其实电脑就是这个词 电子脑袋 电脑 所以他一定就是会跟你互动 然后你问他 他可以给你答案 然后不断的去改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你可以减少花很多时间 再处理那些细节 好像我最近 我假设今天要开发一个 大型的这个语言模型的 作业系统好了 我们就可以用 所谓的 AI的逻辑 不是我们的逻辑 是AI的逻辑 来设计这个系统 讲具体一点就是说 今天AI可能会觉得 你这个系统呢 应该要什么什么什么 那你觉得 好像有一点 跟我们目标不一样 说好 我把A拿掉 接着再问他说 那如果我加入 我的这个D跟E怎么样呢 他就会回馈你说 D跟E好或不好 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等等的 你不太需要去就说 ABC 注意怎么做 OK 你只要思考 这些东西怎么用 而不是思考他怎么做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加速 你要做的事情 那你说他会来会成长 对 可是人终究是会适应的 因为当初的工具 进阶了 你看到的是 人类也进阶了 人类适应之后 又习惯了那个工具 往更高层次去发展 所以 未来的工程师 或未来的任何职业 会变得怎么样呢 其实讲白点就是 我刚才说的 他只会变得 更有智慧 我们处理的任务 只会变得更高层次 或者说自然的层次 像是你就不用再写程师了 对 你说他 不用写程师 那还要设计软体吗 这是两回事情 写程师是把软体 所设计出来的架构理念 变成实际可以运行的 叫做EXE可执行党而已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 叫做 没有写程师 就不能做的职业 软体设计有时候 是在一个抽象 甚至是paperwork 就是图表画出来的那种层次 就可以设计软体 那至于怎么把软体落实 是通过程式码 去实作 所以我们就可以减少 我们去找 如何实作出这个概念的语法 或者说诚实语言也好 你知道记得 未来就会变成是细节的 细节的 给AI做 理念上的 抽象或者说高层次的 自然的 会由人类来做 因为人类的脑袋就是可以很快的把不同东西连接在一起 这个真的是在 AI的领域 尤其是机器人的领域里面很难做到的事情 他们很难很快的去捕捉到全局的 就是整张照片或整个环境当中某两个物件的关系 那个现在还是很难精确去做出来的 这个却在人类的脑袋里面不到一秒 就是想完了 所以再讲一次 工程师不会被取代 软体工程师也不会被取代 美术师不会被取代 任何一个各行各业 说实在话 如果有AI的帮助是更厉害 而不是被取代 所以还是在这边呼吁大家 不要害怕这个新的科技 其实它就是 就是老掉重弹 然后其实以前在讲PC的时候 2000年大家也会说 一堆人要被取代 没有啊你看现在大家不是活得好好的 然后会有更多的新兴产业 以及新的领域出现 那就会有相对应的职缺 也就会有相对应的工作 所以不用那么担心 而你要去想 我可以用AI帮助我做什么 我可以跟他变成朋友之后 他可以教我什么 我可以给他什么回馈等等 这样子我们才会在未来的时代 包含现在到未来 你可以更加的轻松 而且不会害怕这些困难 希望以上分享的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